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台中慈悸院中医部庄稼颖医师 目前台湾大概至少有100万以上的人 有西形肝炎 那西肝非常的严重 严重的话可能会变成肝癌 夺走我们的生命 那目前国内大概有40到50岁以上的年轻人 会因为这样子的西形肝炎 导致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不过因为过去的治疗都是干扰术的治疗 副作用非常的大 导致很多人都不敢接受治疗 那非常幸运的 西肝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效 高达95%以上治愈力的新药 那我们健保局也在106年的1月份 开始有条件的给付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西肝很有效的新药 还有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西肝 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呢 就是我们接受西肝西药治疗 非常成功的个案 我们陈立永 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陈立永 我们第二位来宾呢 是我们台中慈激医院药学部的 谢慧霞谢药师 谢药师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中慈激医院药学部 谢慧霞药师 第三位来宾呢 是我们台中慈激医院 肝胀肝肠肠胃肠胃科的廖光福主任 廖主任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慈激医院肝胀肠胃科廖光福医师 大家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工作比较容易疲累 眼睛有一点惶 再去看医生的时候说 我可能有吸肝 那你要赶快去接受治疗 三十年前一场车祸意外 感染到C型肝炎的陈丽勇 医师曾经建议他积极治疗C肝 因为没有明显症状 十多年来被陈丽勇忽视 直到近几年 工作常常感到疲累且力不从心 眼白也出现黄胆现象 家人决定带他前往台中 慈激医院肝胆肠胃科就医 那个眼睛有一点犯法 他有告诉我说要治疗 肝有表面比较粗糙 粗糙就是像我们那个 有一点像美国菜瓜布那种表面 所以说那时候有一点supply 由于陈先生肝脏属于第二期纤维化 经过医师评估 取作一年长效型干扰素 合并控制病毒药物疗程 过程除了忍受干扰素治疗 带来不适的副作用反应 疗程结束以为可以跟吸肝说拜拜 没有想到顽强的病毒仍然寄宿体内 治疗宣告失败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 好像跌落万丈腺炎一样 有一点失落感 由于慢性C型肝炎的患者 有近两成的人会在二十年后产生肝硬化 每年并有百分之一到四的机会产生肝细胞癌 因此卫福部在2017年医院引进治疗C肝的新药 有条件纳入健保给付的讯息 也燃起陈利勇健康的一线生机 五月份的时候 他很幸运地排到第四号 所以说就积极地投药接受治疗 经过C肝新药二十四周的疗程之后 停药三个月再验血 证实陈利勇体内病毒终于清除肝净 摆脱多年来如影随形 可能恶化成肝硬化与肝癌的阴影 两百六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九 吃完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后来验就剩下一百四十四 这个新药的治疗 这个真的效果很好 真的效果很好 感觉真的是好像心中一个大石头放下来了 而且觉得说人生还是 还是很彩色的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 我真的可以去面对一切 而且家庭都很美满 廖主任 西肝的治病基转是什么 西肝它是就是RNA病毒 它会跑到你的细胞 这个西肝跑到你的细胞以后 使你的免疫那些产生大乱 因为西肝它造成的不只是肝的问题 它是全身性的疾病 血液 皮肤 肾脏很多会影响 所以说西肝这个病毒 它造成的我们讲的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来看的 它主要传染途径是有体液传染 我们讲的就血液 体液 还有一些我们讲的不干净的一些医疗器材 没有消毒过重复使用的 这些针筒这些会传染的 那请问如果西肝肝炎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会产生什么后果 西肝肝炎我们讲的就是肝病三部曲 就是像我们荧幕上所看到的 你得到以后 我刚才讲了 百分之八十的人会变成慢性肝炎 接下来就肝硬化 就随着时间的推长 大概二十三十年以后就从肝硬化 就慢慢的又变成肝癌 这个是它的三部曲 是全世界包括我们台湾都遇到的问题 那主任如果西肝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会怎么样啊 看这个非常光滑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一般的正常的肝 如果它慢性肝炎久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像葡萄一样的 这个肝就是我们讲肝硬化了 如果你再不去管它 再下去像黄色这个就是说 在肝硬化里面已经长出肝癌来了 原来我们这个肝这么平滑 到最后不好控制 会变成像这么丑陋的这样子的肝脏 那廖主任请问一下 我们的陈大哥 当初来的时候 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已经快接近这个葡萄肝了 那陈先生可以请问一下 之前在诊所的时候 你被诊断吸肝 那诊所医师建议你要治疗 为什么你就是拒绝治疗 因为当时我觉得说 身体也不是有很大的障碍 或是不健康或是不舒服 所以还觉得说自己还年轻 体力也不错就不太在意 经过女儿和家人的再三的一直的关心跟催促 他就叫我来医院检查 结果遇到廖医师 帮我做详细的抽血 超音波 直接在程序以后 他认为说我一定要赶快接受治疗 因为我的状况比我想象中的还严重 所以说我就马上接受他的治疗 是 那当初你在接受这个治疗的时候 产生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那这样子的症状 你觉得是怎么样的状况 讲到这个症状 我就会有一点 就有一点头晕了 这个症状第一 别的患者我是不知道 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好像重感冒一样 就没有体力 没有体力的话 就会躺在床上 然后脾气又不好 还有洗澡的时候掉一点头发 食欲不振 如果你那个菜端来有一点鱼 或是那个肉 都会觉得说 这个太太今天买这个东西 怎么味道这么重 我就跟本来 我平时在吃的就是不一样 所以说产生很多 我们想不到的那种状况 就好像平时有重感冒的那种状况一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感受 是 听起来真的很不舒服 很痛苦 那谢药师请问 这个干扰术这个治疗 到底是什么样的基转 它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干扰术呢 它是我们人体中 本来就存在的一种物质 那今天如果说病毒 入侵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会自动产生 这样子的一个干扰术 那这样的干扰术 它会再去刺激我们的肝脏 然后产生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它就去攻击这个 就是所谓的病毒的部分 然后抑制它就是 不要进到我们的肝脏细胞里面去 减少一个就是 肝脏细胞的一个损伤 那存如就是像 刚刚就是陈大哥所说的一样 那使用干扰术的病人呢 其实有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副作用 比如像类似重感冒啦 那重感冒可能有些病人 他就会有一些全身酸痛 肌肉酸痛 以及关节痛 或者是发烧等等之类的一些问题 那甚至有一些病人 他就会觉得说肠胃不适 那这些肠胃不适呢 他可能就是包括了一些像食欲不振等等 好 那陈大哥也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治疗 所以他能够就是非常体会到 就是说使用干扰术在上面 就是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副作用 那当然我们会知道说除了副作用以外 还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其实传统的一些干扰术 它是属于比较短效的一个剂型 所以可能一周需要施打到就是三次 那如果说对于一个上班族而言 他出门上班可能或者是出门去应酬的话 他不可能说把这一些真剂带着出门 因为他需要冷藏 他是非常的不方便的 那当然现在比较新的一代的一个 就是干扰术的部分呢 他是属于长效剂型 一周只需要施打一次就好了 所以相对而言就是 他就会比较便利了许多 那当然现在随着时代的一个就是严禁 更新的一些口服药品都已经上市了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一个焦点 是 那个副作用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在施打当中 刚才陈先生有说到 他说就觉得心里面有莫名的那个 就是干扰术在副作用里面 有些可能会引起一些优异症的产生 通常一些优异的病人 我们是不能施打的 原来干扰术治疗这么不舒服 那陈大哥你那时候承受这么大的不舒服 后来还是没有效 那时候心情会不会觉得很担心 那时候很担心 那个时候觉得说 又知道自己有亲戚 他也是得到用长期干扰术以后 而且他没有继续治疗 结果他一直就延伸到变成感染到肺部 然后我还去送到最后送他最后一层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心里也很拗恼 也很担心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说 等一下你有想要去治疗这个 才差不多八十还是一百还是一百二 他就忙着把你这个东西 把你这个吸干处理好 那时候又有一点希望 卫教室打电话给我说 这个政府这个健保 有几户这一类的吸干治疗 我就好像是 说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我要赶快在最后一搏 我这个人也有时候有一点认 有一点牛 第一次不好 我第二次也要再评评 这样子放弃 我实在不太甘心 是 那像这样子健保局的新药给付 像这样子陈大哥这样患者 好像天降肝你一般 那廖主任像这样子健保局给付 是每一个民众都可以试用的吗 它就是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去年的过年 就是二月的时候 这一阶段就是说 要打过干扰素的病人 肝功能比较差的 比较差的就是 肝硬化在第一期的 比较轻微的这些 它有条件的给付 那到后来到五月以后 又比较又开放一些 就是不用打过干扰素 只要有 纤维化比较严重的 我们讲的就是 轻度肝硬化的病人都可以纳入 所以说经过这两段的治疗 很多人大概台湾目前 到目前为止 结束大概八千多人 都已经得到这样的治疗 哇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那到底这个吸肝心药的治疗成效怎么样呢 让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之前都没有想要做治疗 不是 之前不知道这个信息 不知道信息 那时候我知道的时候 所有的智慧没有这个信息的时候 健保几乎 台湾有将近350万B-C型肝炎患者 包括对治疗资讯不足 忽略B-C型肝炎追踪与治疗的重要性 由于慢性肝炎 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人数 高达一万三千多人 台湾每年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是因为C型肝炎所引起 但仍然有超过五十多万人 因为罹患C肝而死亡 但是就医率却不到一成五 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治疗率是非常好的 那目前稍微差一点的都有几成 那最好的药物可以到98个% 那就建议100个% 台湾日前已经引进多款 C肝口服新药 治疑率至少九成五以上 副作用少 比较过去治疗C型肝炎的费用 动辄超过百万 从2017年1月 已有条件纳入健保给付 前提还是要使用 肝炒素为主的治疗失败 通常大概就至少是要接受三个月 以上的治疗好 然后第二个条件是 再加上病人的肝脏纤维化的程度 是比较严重的 由于膝肝心药治疗效果好 健保署在2018年扩大服务对象 第二行 肝纤维化三期患者渴望受贿 但每位患者有限定给付疗程 这项福音不仅带给国内膝肝患者 治疗新生机 一旦积极接受治疗 有机会让黑白人生反转变彩色 长期下来不仅降低医疗费用的庞大支出 也让膝肝患者不再受到肝癌的威胁 主任请问我们这样子有悉性肝炎这样子的患者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积极的接受这样的治疗吗 如果是理论上 在理论上是因为每一个悉性肝炎病毒 有验到病毒浓度的应该都要治疗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可能就是健保的规定 它目前是有条件性的给付 所谓条件性是第一个我们讲的 你要有膝肝就检查大于六个月以上 第二个我们讲的你要有病毒 要有确实有验到病毒 第三个我们讲的就是在检查的时候 你的肝功能我们讲的要稍微纤维化 比较多一就是纤维化比较严重一点点的 所谓纤维化比较严重还没有到硬化 可能就是硬化很轻度 就第一级的硬化这样子 我们目前是健保是开放到这里 所以原来同样是吸肝的患者 有些人是接受新药 有些人还是用旧药 那这两种药的差别是在哪里 这两种药我们讲旧药就是讲的干扰数 我们讲的每个礼拜要打一次 还要吃很多的药物 就是在荧幕上所标理的干扰数码 给那一个它要打针以外 而且要打24周到48周 就是我们讲半年到一年 在过程因为副作用很大 是很痛苦的 那口服药就很简单 我们讲的只要口服不用打针 而且成效非常的好 大概都是到95%以上 你打干扰数的话最好也可能只能达到70%左右 两个比较我们讲70%跟90%的比例 而副作用少跟多的比例 现在口服的话副作用基数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说像这样新药的出现 真的是肝炎患者的福音 那新药师请问一下 这样子吸行肝炎的新药 它的作用基转是什么 有什么优缺点吗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事实上其实口服抗病毒新药的话 它可以直接去攻击 就是吸肝病毒的一个部分 那顺便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原本健保是有条件给付的一个 就是吸肝口服新药是只有两种而已 那从107年1月1号开始 全部会有五种药品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那当然它是有条件给付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像口服抗病毒新药呢 其实它整个一个就是治愈率 其实可以非常高 甚至95%以上 那它相对于就是 付出医院也比较小 那整个安全性也比较高一些些 那当然相对于缺点 就是说这一类的药品 它非常的昂贵 那如果说病人 它今天它的一个条件 不符合一个健保脊肤的 一个规范的时候呢 那它可能就要自费 动辄几百万 来做一个疾病的治疗 那我相信这个部分 对病人而言是一个 很沉重的一个负担 在这里请教那个医师 像我现在这个吸肝已经治疗好了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这个肝硬化 会不会再互发 或是说我这个从此以后 就这个肝的问题就没有了 就是我们治疗肝有没有成功 会看几个指标 就是我们讲治疗 你当口服治疗结束以后 不是结束以后就已经治疗好了 结束以后测不到病毒以后 三个月我们没有服用到 三个月停药后三个月再去验 都没有病毒的时候 我们才叫成功 你是已经成功的 谢谢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讲 结果纤维化我们讲 这个吸肝这个药物治疗以后 你的纤维化就假如说 本来是四分 你可以会进步到三分两分 但是不会像说完全进步到 跟原来的肝一样 但是进步到三分两分 你就几乎跟一般人 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另外的话我们讲的 如果是你不治疗当初 我们当初很怕的是说 如果是治疗不成功 它就会走向我们 肝硬化的一些并发症 像肝硬化的并发症 有腹水 就是肝脑病病 食道静脉出血 自发性 这些很多列了 隆隆种种的一大堆 这就表示说 吸肝应该要赶快把它治疗 治疗好以后 我们可以省掉这些并发症 这些并发症 大概通常一旦发症 都是比较致命性的 是 所以说像廖主任 像这样吸肝 导致肝硬化 真的很可怕 那有这个新药真的很好 不过想问一下谢药师 那这个吸肝 这个新药 如果说我还有一些身体上 其他的疾病 在服用上面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这样说 口服的一个 就是这一类新型的 抗病毒的药品 事实上它跟很多药品 其实它是有交互作用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有一些 像心脏病 高血压 高血脂 以及糖尿病 等等这些疾病的用药来讲的话呢 可能就要相对于注意 为什么 因为这些药品 当它一起使用的时候 它可能会导致药物的一个血中浓度 增加或者是减少 反而去影响到了一个 就是吸肝治疗的一个 就是疗效 所以会提醒大家 可能在使用药品上面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虑 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咨询你的医师 或者是药师 对 然后提供一个专业的一个就是 知识的一个就是确认这样子 以避免用错药品 然后导致一个就是 可能花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用了这样子的药品治疗以后 结果就是疗效不好 然后功亏一篑 那这里我再给你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医院对于这个肝病的治疗 是非常重视的 所谓重视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组 我们叫肝病照顾小组 你来治疗的时候 我们会把你的药所有看一看 它有交互作用的 需要做调整时 还是需要换药 我们都会帮你做很好的调整 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讲 从明年一月开始 我们讲的有更好的药 那个可能交互作用 可能会少一些 是 原来这个药物 使用上面有这么多 要注意的地方 那需要是那再请问一下 如果我本身可能有怀孕的 这样的可能性 在使用这样的药物 要不要注意啊 是的 在这个部分 可能还是要特别小心的 因为我们知道大部分的一个 就是口服抗病毒的药品 事实上它是不建议在怀孕当中 去使用它的 那可是呢 因为其实在怀孕跟生产的过程里面 大概会有4到7%的一个机会 可能会借由母体 然后就是直接传染到一个 就是胎儿的身上去 所以会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就是计划准备怀孕的话呢 可能就是还是要先进行一个 膝肝的治疗 等治疗到告了一段落之后 才准备进行怀孕这样子 原来有这么多注意的事项 不过因为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的全国妇女 全观众妇女 也不用担心 因为现在治疗非常简单 只要三个月就可以治疗结束 因为三个月对我们讲的时间跟怀孕 是很短的 应该这个方面 治疗结束再怀孕是可以的 原来只要三个月就可以治愈 所以像陈大哥 你现在是属于治疗成功的状态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身体状况怎么样 非常好 以前躺下去是睡觉 但是没有入睡 好像就还很清醒一样 我现在一躺下去 到醒来都至少有八个小时 至九个小时 睡眠很充足 我相信是对肝也不错 然后够吃饭 食欲好 什么都吃 所以说体能也慢慢地变好 所以现在我还到山上去 做五分地的山坡地 也还可以胜任 所以说也是很感恩 整个团队跟政府跟医院的措施 所以像陈大哥这样 就是治疗真的很成功 让生活整个回到非常健康的状态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新药 降低非常多的死亡率 提醒我们有吸肝的病友 要及早地接受治疗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福您平安顺心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